乾杯 歡迎收看Wishkin Investor 101 今次我們在法國的French Gourmet活動 Wishkin Investor 還有一個品酒師Ace 今天我們先和法國酒 是 是 是 今次我們來法國五月的酒節 每一年的五月 法國都有一個French Wine Festival French Gourmet Wine 和食物 有兩樣東西的 今次香港搞French Gourmet Wonderland Gourmet Gourmet Wonderland 有很多不同的法國香檳 和法國紅白酒都有的 是的 我們今天來到試 任何朋友都可以來這裡試 是的 198元我們去試一些法國的紅白酒 是的 今天我們就很好 滾酒師Ace剛才介紹我們不同的法國酒的特色 而我們一會他都會介紹幾隻法酒給我們試 Henry 今天我們學了很多常識 是的 你問我最有印象 其實我就是Ace剛才教識了我們原來這個氣酒 裡面原來有一個氣壓是6倍的我們的壓力 是的 那個作用原來就是幫助它鎖住裡面一些氣酒的氣味 比如花香味、果味 或者它裡面本身的毒有的氣味道 讓它不要那麼容易揮發 在你喝之前能夠保存到那個味道出來的 是的 就是今天會學到你的東西 是的 另外其實原來有些朋友都覺得 原來氣酒的氣是本身它裡面有的 還是打氣下去的 原來其實它氣酒裡面是透過那些酵母 有些酵母 有些東西要發達出來的即將 即將吸出來的氣在你的鏡頭 好 好 好 很厲害 那我可以走了 哈哈 還有 你已經說完了 還有那些氣酒的酒瓶是厚身一些的 是的 因為它要捕住等它那些保存的氣和氣味 所以就跟平時的普通酒瓶的厚度是一樣的 是的 不如讓我再一次詳細地說 好 好 好 謝謝你 其實整個法國都是一個很大的葡萄酒產區 我們有最出名的博都 有布爾根蒂 又有香檳 有奧薩斯 Code du Homme 露華華麗 當然剛才Hermy提到香檳 其實香檳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做法 它首先要做兩次的化酵 第一次是要做白酒這樣做出來 是的 然後我們將白酒 我們會喜歡做一些branding 在這個時候做一些branding brand了之後就會入了瓶裡 然後再加些酵母 加些糖 用汽水蓋這樣 塞住口 是 然後就讓它躺在Sella裡面 最少是六至八個星期 讓它慢慢做第二次的發酵 這個發酵的過程就是 這些酵母在酒瓶裡面 不停地吃掉那些酵母 產生一些酒精 再產生一些bubbles 我們經常說這些酵母會放屁 就是產生那些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因為困住了 變成它不可以離開那個瓶的時候 也都在一個密實的狀態之下 他們就維持在酒裡面 用了在酒裡面 變成這個時候 他們 當你如果再開一個cab 接觸空氣 其實這些bubbles會再走出來 是 但是當然 以前 就是剛剛發現香檳這件事的時候 有氣酒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人是會不停地 看到那些酒瓶爆炸爆炸 他們很害怕的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這個 氣太厲害爆炸了 是的 那時候他們稱之為魔鬼之酒 哦 是的 在香檳區裡面 有些僧侶就是管理酒教的人 就發現了這件事 而其中一個叫Dom Perignon 是 是的 而 所以經過改良之後 他們的酒瓶相對地會變得比較厚一點 以防止了爆炸這個可能性 哦 是的 因為其實那個氣壓真的很大 所謂的大氣壓力 有六個大氣壓力那麼厲害 那真的非常厲害 一個大氣壓力都可以噴到1000cm的水柱出來 就是1,000cm的水柱出來 就是一個大氣壓力 就已經做到這個 這個這樣的力度 所以六個大壓力都不可以看小的 所以每一次開香檳的時候 就真的要小心了 因為曾經都試過 有人開香檳會打蠻眼 千萬不要對著自己也不要對著別人 我們一會兒就示範一下怎樣開香檳 嗯 好 那你們想先試香檳還是 試白酒 試白酒 BG白酒好 好的 那現在試酒呢 我們就試了一支Burgandy的白酒 叫做Sonsang Fodini Mojage Fodini Mojage 是吧 OK 今天我們這個杯子很特別 沒有腳的杯 就是在這裡拿著 即是在這裡拿著來撕 是 那我等你們 起司 好了 很香 很香 是很香 OK 起司 那現在試的白酒就是Burgandy的白酒 那Burgandy呢 亦都在法國的心臟地帶 是 真的好像人體那樣的心臟地帶 嗯 那就是整個法國的中心偏左的位置 那也是一個很長的地理環境來的 那由北部 我們叫Sherbri 跟著新延大陸去Code de Lune 再加一些Code de Beaune 還有兩個區就叫Sharnais Marcon Lake 那去到這些不同的地區裡面 是相當之多的酒莊在裡面 而每個酒莊都擁有不同的田地 那這些田地都是來自不同的村 那譬如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叫做Pulini Mojage 那其實它是一個村的村名 哦 是的 那這個村名就叫Pulini Mojage 那在Burgandy裡面分佈了很多不同的村 而不同的村裡面有些不同質素的田地 那有些呢 就相對地是會比較普通一點 我們叫做村酒 就好像這支我們叫村酒 因為它不會有吸素的 哦 那如果你看到有些村酒 在搭上呢 有Pulini Mojage 的字眼或者Guan 的字眼 就是證明了他們的田地 是比較珍貴很多了 哦 是的 比較產生出來的葡萄酒 真的特別漂亮 漂亮一點的 漂亮很多 哦 漂亮很多 很多 哦 但是我們說這個Pulini Mojage 它的質素已經是相當高了 所以你喝它的村酒 都已經很開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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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Miru Honey 咦 說得對 就是說呢 為什麼它會有Miru 還有Honey呢 那其實呢 以白酒來說 他們都是用Shordanae這個葡萄去做 而Shordanae呢 本身是一個變化很多的葡萄品種 那它喜歡呢 就是喜歡跟木一起睡覺 所以那些 wine maker 很喜歡把Shordanae放在木桶裡面 沉存一段時間 哦 而產生多點的Vanilla 是 產生多點的香味 變化 Apricorn 是 這樣的香味 或者甚至Nux 是 這樣的香味 所以Shordanae在Burini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葡萄品種 嗯 所有的白酒 大部分九成九的白酒 都是用Shordanae來做 嗯 但是每條村出來的變化又會有不同的 是的 因為那個土壤不同 對嗎 這麼聰明 哈哈 搶答 我怕我不會答 Burini就是 剛才所說 一條村裡面 每個酒莊都會擁有自己的田 嗯 我們叫做太公分豬肉 哦 分成了田的時候 變成可能 你站著的位置 和我站著的位置 兩塊田來講 質素可以差很遠 嗯 可以變化得很遠 嗯 所以Burini的珍貴之處就是 你喝不同的酒莊都有不同的性格 喝不同的村也有不同的性格 甚至乎喝不同的田也有不同的性格 是 這個混合是非常之好 嗯 是的 那為甚麼會有Meno呢 就是 當然 蠔鶴 蠔鶴你好像哦 厲害哦 那當然為甚麼會有蠔鶴呢 對了 你要先說我 他應該開到很多蠔 譬如是在枕邊 現在就這樣 近海 採航 執著蠔 明明是法國的心臟位置又怎會 為甚麼會有蠔呢 幾千年前那裡 或者是在海邊 有蠔 又做了 又做了 又做功課了 哈哈哈哈 其實在說以前 就是諸學幾時代 當歐洲的大陸還未叫做合慶的時候 那還有一些板塊 還是分開的時候 其實呢 由香檳區掃下去 掃下去 去到曲到空 其實都是一個 海洋地方 是法國那邊的陸地地方 即是海洋地方 所以呢 其實到你喝香檳 喝淑莉的白酒 那你都會特別找到多些的 配殼 蠔殼的花石 是嗎 直到現在你都還可以找到的 不過酒莊不會被你刮 是 是 酒莊呢 即是 跟你一起試酒的時候 可能就會拿回最珍貴的花石給你看 因為它的土壤裏面有這些蠔 是 所以出來就有那個味道 是 原來是這樣 其實葡萄酒是很有趣的 它真是很反映到當地的土壤的質素 如果當地的土壤是特別多的礦物的香 是 礦物的味道 反映到去到葡萄酒的時候 你就真的會聞到很多礦物的香氣 嗯 date 当到葡萄酒的時候 同時有不同的植物質素的時候 你也可以聞到很豐富的味道 聞到種出來的葡萄酒的香氣 那個變化 甚至乎酸度都是特別漂亮的 好像現在我們在喝白酒 你又聞到這甚麼香氣 我聞到花香味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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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剛才說有蜂蜜 木桶應該有蜂蜜 對 那水果是很強的 是的 是 淡淡的 反而我覺得是淡淡的 是不是很鹹 大家都說得很對 其實穿酒本身的過程不是特別強 但是你依然找到它 本來的特質 它給到很香的花香 給到很漂亮的香氣 我們在說金橘類 譬如橙、檸檬 這類我們都是歸類為sitrus 而這種sitrus 其實在這個香氣裏面是很柔軟 很濕的 它要慢慢 可能你的溫度再高一點的時候 你才會感受到更多的香氣 嗯 所以不要用白酒 一定要雪凍來喝 是 白酒都可以 去到一個室溫的時候 就會喝的時候 會更加香 更加蜂蜜 哦 是 真的 是香 嗯 其實味道白酒一邊喝 味道會變 如果你的溫度不一樣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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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停地變的 而 大概你可以想到 就是 變化 由開頭的花香 草香 跟著會有一些新鮮的水果 跟著那些水果 就根據哪些葡萄粉 會給到什麼類型的水果 嗯 嗯 跟著你又會發現 有很多一些 我們 經常會聞到的 譬如 蜂蜜 蜂蜜 不同的草 木的味道 是 甚至乎你可以在這個酒裏面 聞到一個樹林的香氣 這麼厲害 有很多香氣 你可以聞到 譬如剪了草出來的香氣 是 有時候又可能會聞到 香草的香氣 嗯 跟著你又可以聞到 香料的香氣 嗯 香草和香料很不同 嗯 跟著你又可以聞到 甚至乎有肉的味道 哦 Bitchy 我們叫做 甚至乎我們叫做 Gamy 是 甚至乎發展到可以是 巧克力 咖啡 是 這樣的香氣 聽到我剛才所說 是有一個方向的 你覺得會是怎樣的 層次應該會有不淡 是 是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葡萄酒的變化 是可以有功夫的 嗯 就是這樣的過程 你可以聞到 當然 你中間抽取的 就是關於白酒的香氣 嗯 或者關於紅酒的香氣 嗯 對 就是這樣 好 這樣 挺紅的 那我們第二瓶試哪一瓶 試第二瓶 好 現在我們就試 這個是紅酒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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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好香 很亮色 是 是 是 好 好 各位專家有什麼意見 李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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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看 李不立 李不立 好香 是啊 是 我昨天才在 超級市場 放了李不立 有氣的氣水 哈哈 很吸引 這裏 李不立 很吸引 其實 在葡萄酒的世界裏面 我們是非常之少 是聞到葡萄的香氣 是啊 是 通常我們反而會聞到 紅酒 譬如現在我們會聞到一些 葡萄酒的味道 聞到一些草青的味道 因為感覺上好像一些很野草莓的香氣 嗯 而且你會覺得很香氣而人 你閉上眼去聞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像 哇 自己進了一個 種紅果的葡萄酒 其實的感覺是很濃的 在果園裏面 你就感受到很清新 很涼爽的香氣 很熟 飄著飄過來的那種香氣 很熟啊 你這個感覺 就是很好 是 那種 有一點黑色的 黑色的 是 而香氣的變化 都是非常之豐富 就是 紅酒就會有多些的 紅果 黑果 會多些的 Vanilla 如果經過木桶 浸摘的 都是會有 Vanilla的香氣 香草的香氣 這個葡萄品中 就叫做Pinot Noir Pinot Noir 其實是一個 皮薄餡漂亮的葡萄品種 嗯 所以它產生出來的顏色 非常之沖透 是 紅寶石的顏色 嗯 還有 你會看到 咦 飲得很舒服 是 覺得是很重的 是 就是因為皮薄 所以 丹寧相對他們 都不會太重 嗯 還有當然 在Vanilla的 Wine Maker 他們都希望 我不想做得太重的丹寧 所以他們就 選擇可能做 短一點的 浸氣的時間 嗯 不想浸太久 嗯 就不會像 薄刀 或者澳洲酒 哇 它們的顏色 深色 對 丹寧非常之重 非常之熱 是 Binot Noir 希望他們的酒 是 比較順滑 比較順滑 更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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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這麼順滑的情況下 它們都有複雜的變化 是 這就是Burgandy的特色 是 是 這樣 而這個酒 也是 Chanson的葡萄酒 那 Mil Saint-Shawes Mil Saint-Shawes 這個村 其實是果味為主 你說 其實Burgandy 是不是有一些 更複雜的葡萄酒 有的 但是 這就是 相對的果味主導 是 簡單一點的葡萄酒 簡單一點 是的 它都不是太 太多 是的 適合女生喝 入口 是的 我們不是太懂得喝 我覺得挺好 挺適合女生喝 是的 入口不會太多 是的 嗯 還有它完結後 都不會有那個 很稠的味 嗯 就是 很滑的 喝下去 你會覺得好像很香甜 嗯 會的 但是 其實當中的酒 又沒有什麼糖分 是的 但是為什麼會感受到甜味呢 因為它的香味 因為它的香味 令到我們的意識以為是甜 其實根本就不是甜 喝開酒 那 真的說得很好 是的 我喝酒的 是的 因為其實呢 本身葡萄酒的確是 可以給你一種成熟的 就是果實成熟的感覺 果實成熟到某個程度 你都會感受到香氣甜 嗯 所以呢 所以當你聞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很香甜 但是就千萬不要誤會了 這隻酒不是甜的 這隻酒是乾的 嗯 因為其實 有很多人都誤會 我想要吃甜一點的酒 就是以前我做餐廳的時候 經常都有一些客人 我想要吃甜一點的酒 是 那我會先搞清楚 究竟你是想要有甜的酒 是真的 還是香 聞下去香甜的酒呢 是 那就要搞清楚 哦 如果不是 就很多人都會誤會了 嗯 是 那喝酒當然是乾的 為什麼會感受到它是乾的呢 你試一下把那一口酒放在舌尖前面 是 是 感受一下究竟會不會刺激得很厲害 是 如果沒有的話 即是說這隻是乾的酒 嗯 如果它是甜度高的酒 你的舌尖前面 都會感受到 刺刺的感覺 哦 原來會這樣的 是的 這個也是村酒來的 這個也是村酒 嗯 嗯 是嗎 你知道有沒有感覺嗎 嗯 不會很強 不會 你說什麼吉吉地都沒有了 沒有了 就是了 那就對了 那就證明這隻酒真是乾的 嗯 是呀 吐飲完之後的舌尖後面是 是乾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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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就是你覺得丹尼是很滑 很絲滑 是 是 那這些酒呢 那這些酒呢 就用來搭一下 比如搭什麼好呢 你們覺得是 搭一下 搭一下火腿 火腿 火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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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反而用來搭一下 搭一下雞翼 啊 搭一下 豬扒類 雞扒類 雞扒類 都可以 如果你說 啊 啊 可以搭一下煎的海色 煎的海鮮都可以 哦 OK 就是 比如 沒有太甜的醬汁的海鮮 是 譬如乾煎的一些 三文魚 三文魚扒 啊 橘木魚扒 是 都可以拿來 即是如果它有一些小醬汁 可以做一些 雞肉的醬汁 都可以拿來搭一下 一支 火腿 所以魚都可以搭紅酒 魚都可以搭紅酒的 是的 但是要大家做的配合就是 簡直不要太重單人的 的 還有呢 海鮮呢 最好是煎過 或者炸過 OK 是 做一些調味 OK 是的 那譬如 當你的酒 你聞到什麼香氣的時候 你可以用回什麼 食物材料呢 你都可以配搭到 哦 是啊 除了醬汁 那些味道 假設你的酒 裡面聞到 雞肉的味道 你在 材料上面 你選一些 雞肉的醬汁 都可以令到 兩種 配搭 這樣 這是做品酒師 多年的少許經驗 哦 ok 就是這樣 是 那我們要學煮東西吃 哈哈 OK 煮東西吃都可以找我 是 OK 是 那我們試試下一種酒 好 好 我們試試下一種酒 好 可以拿一下 兩隻杯 是 有 過小瓶 好 какую咖酒 你喝了 gs 乾麵 嘛 household 剛剛 這個香味是肚的吧,是不是肚? 沒有什麼? 恨普,恨普 少許honey 又honey嗎?我覺得honey 恨普 我覺得像恨普 恨普就加一點 少許花香,白花 來自Burlandy的下面其實也有另一個酒區 叫做窮道洞 當然不是因為窮道洞才喝窮道洞 是喝窮道洞,所以窮道洞 喝酒 有科就有科 不是因為窮道洞的酒特別貴 只不過是一個很有趣的喘逸方法 讓大家記得原來發覺南部有個地方叫窮道洞 我們中文叫它窮道洞 是 窮道洞 窮道洞 這個地方就好像我們人的肺 就是地形 好像我們人的肺一樣 它分開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在北部 是 好像我們的氣管一樣 一條直落的線條 是 南部就是分開了兩邊 兩邊的地形 都是比較廣闊 所以就好像整整一個肺的形狀 由北部到南部 而窮道洞就很特別 當中的酒質 做出來的酒質素是非常之高 複雜的口感 天氣因為比較暖的時候 它是做到更加複雜的香氣 所以就算你現在聞到的白酒 然後呢 好香 好方香 甚至乎你會聞到 有些好像芒果的雪糕的香氣 是 甜 是 一些新鮮幸福的香氣 是 是 是 甚至乎又聞到一些 一些白胡椒的香氣 草青的香氣 是 都是非常之複雜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厲害的呢 就是 原來當地也有很複雜的土壤 而且呢 是 因為在谷著空 它們就不是平地來的 全部都是大致上在山上 嗯 嗯 所以它們的泥土是更加深的 哦 即是它們的樹根呢 亦都在說非常之老 是 可以起碼五、六十年以上 八十年 這樣 那變了呢 基於有老藤的情況之下 它們給到那個 果味的香氣也都相當複雜 嗯 是 層次是相當高 嗯 那它在那裏呢 就 不是很講什麼乾菇 什麼什麼菇 就反而是 看村 看看有什麼出名的村 那最出名的村 那最出名的村可能就是 ERMITASHA COSERMITASHA 或者是一些 SUTURNAPTUPA 這些出名的村 但原來呢 好像我現在想介紹的 這支SUTURNANDRA 它來自一個村 就叫做邦多 這個地方呢 是非常之少見的 就是很難找到 它這一區的酒 因為 它的酒莊已經不算多了 雖然地大 但是呢 酒莊不算多 但是做得出 這麼精彩的酒呢 都不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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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土壤啦 天氣啦 還要是因為 它們在用一個叫做 生物動力學的方法 哦 是的 BioDynamics 這個BioDynamics的方法呢 非常之複雜 哦 比起生物更加高層次 哦 是的 大家都知道 生物動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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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釀酒的方法 是嗎 其實是種植的方法 種植的方法 是嗎 每塊田它都種 隔多久 有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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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其實呢 這個是另一個計算方法 就不關BioDynamics 哦 其實呢 BioDynamics就是 BioDynamics 有棵樹 有棵樹的方法 是更加麻煩的方法 為什麼麻煩呢 就是它們要做很多 自然的方法 而這些自然的方法 又不可以用任何的藥物 是 它們呢 其實所有生物動力法 顧名思義呢 就是 它們利用微生物 去活化了它們的葡萄田 哦 令到呢 足夠的養份 和 那個足夠的養份 絕對是 比起一般的養份 是更加多的 哦 那這個養份呢 可以提供到它們的收成 產生到最美麗的葡萄 嗯 的收成 那就產生出來的酒呢 是特別好忍的 嗯 是特別好忍 就是它放多些微生物 在它的土壤上 是嗎 那怎樣放些微生物呢 其實它又不是自己放些微生物 它是要令快田自己 產生多些微生物 哦 這樣啊 哦 減少最 減少人為 就是人為干預 盡量減少得有那麼少 那但是它們 在適當的時候呢 它們才可以落田的 就是好像我們通盛那樣 是 我們有些時候呢 是宜嫁取 是 宜宽 是 萬事不宜 是 那在Bio Dynamics 它們都有自己的Canada 哦 有些時候呢 你可以落田做事 有些時候呢 你碰都不要碰 哦 那麽特別 那由得這個 它投了中國本通性 哈哈 那西方又西方 是 是 這樣 而這個呢 其實也是根據了 月亮的運行 哦 那麽 那個月上的 對地球的引力影響 哦 哦 那麽其實在不同的時候呢 都會有不同的事情呢 是可以 哦 可以做可以不做的 哦 那麽這些的 那麽複雜的情況呢 就是 可以令到這些 這些葡萄自然這樣生長 而 亦都是受到大自然的照顧 嗯 而產生出來的葡萄酒 嗯 對於人來說呢 是一件好事來的 人呢 如果喜歡喝葡萄酒 我們當然知道它是來自農作物 是 如果農作物加chemical 而我們又經常喝的話 就不健康 那就變成我們 對 就算葡萄酒有多有益 都沒有用 對 因為同時我們又吸收了很多chemical 嗯 所以呢 當如果做 由農作物做出來的葡萄酒 而沒有什麼chemical 是 我們人體吸收了很多chemical 對我們 就健康很多 是 是的 那麽這個也是Channel來的 而現在也有很多酒莊 我們就開始了 所以是轉做這個方法 我 說多一點人工動力 什麼 生物動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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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這樣說的 生物動力法 是相對地複雜的 那它的產量部分 會比較少 少一點 產量其實是會有影響的 是 在開頭的時候 但是呢 原來呢 當它做得順了 好 就是 好 每一年一年慢慢 它的增產也會增加 OK 但是會不會開頭 現在的酒的價錢 會比平常貴 那些 其實呢 我看回呢 就不會 不會 不會 因為呢 雖然它們投資的 努力比較多 但是 相對地呢 它們都沒有刻意 將這個 東西呢 就放進去 那個pricing 對 對 反過來就是 如果這些人用chemical 可能分分鐘更貴 噢 是的 用生物動力的方法 OK 那我想問一下 在酒裡 我們看不看到它有個 Wordings 還是我純粹真的要在酒莊 才知道它是生物動力法呢 其實呢 在我們的 後面呢 我們會看到它有 歐盟的一個 一個標籤 是 樹葉這樣很多顆星 是 其實都是生物的 的 是 那一次呢 如果你會看到一些 叫做Demeter的 的 是 的字眼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呢 真真正正是 Bowder Limit的 證據 噢 OK 當然啦 你要拿到這個認證 是相當之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一來你要 你要投資一個錢 去拿這個Demeter 是 同時間你要做到 很多的 測試 的step 去跟蹤別人的方法去做 所以有很多酒莊 他們肯做Bowder Limit 就未必肯取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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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都發覺 就是 哇 這個香氣是爆發出來 是 是 很香 還有對於一些 我之前有訪問過的醫生 他很著重 就是沒有 chemical 的食物 你明白嗎 是 是 我覺得這個是好點 就是 你提醒他 喝這酒真的沒有 chemical 他覺得是健康的 是嗎 是 如果沒有 chemical 如果他沒有 chemical 他儲存的時間會短一點 就是會容易 因為沒有 chemical 會令他 去 save 令他再 crash 我曾經試過 開過一瓶綠的酒 嗯 那些酒呢 我用了兩個多月時間 我才喝得完那些酒 嗯 但是呢 那兩個多月呢 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放在雪櫃 沒有放在酒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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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那個空氣就在裏面 是 是 是 寶寶 應該一個禮拜後 都應該壞了 是 是 是 但是呢 我由十月尾 喝到一月 一瓶 都是很精神 哦 好香 這麼特別 好爆香 火香很漂亮 依然保持著 沒有散度 嗯 酸度一樣 由丹陵一樣是順滑 嗯 那為什麼呢 嗯 這個很神奇 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這酒呢 其實是在用Bio Dalimix的方法 哦 其實呢 如果你有心去試 你找一下 真的漂亮的Bio Dalimix的酒 是 去放下去 你開了之後 你試一下 放兩個月 是 放一個月 你再 你拿出來再試一下 這個酒有沒有變 哦 好啊 這個 那當然這個 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不是說 開了一瓶酒的變法 是說 是 病毒的 那當然呢 很簡單 為什麼可以保持到一瓶酒很漂亮呢 最重要都是 無論是否是Bio Dalimix都好 你保持一個適當的溫度 適當的濕度 是 最好有酒櫃保持住 不要被陽光照射到 嗯 那這些基本的條件達到的時候 你就比較一下 拿一瓶有Bio Dalimix 和沒有Bio Dalimix的 是 大家都擺十年 你看哪一瓶好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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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就算有一瓶Bio Dalimix的酒 你放在陽光底下 都是會死的 是 是 都是會死的 是 而說喝的時候 都是有一些日子 你喝是會開心些 是嗎 是啊 那麼特別 就是跟通性態 是嗎 不是 因為呢 車一車一車一車 網上的確是有一些 叫做Bio Dalimix的Canada 哦 是嗎 是嗎 Moon Garden 是 是 而每一個日子 都是會 譬如有Fruit Day Farra Day 是 是 是 其實譬如你果日花日 你喝的時候會特別 幫香的 哦 特別好喝 很特別 今天是甚麼日子 我會對這件事這麼有什麼呢 其實我也試過的 做了兩次的Wide Dinner 同一批酒 是 經常吃一樣 是 人不同而已 就是客人不同 是 開酒的時間 是 是 但是呢 日子不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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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的酒 沒有那麼多 是 可能出到一些 的味道多些 火香 不突出 有一天 花日這樣去開 酒是爆香的 哦 哇 這個要研究 這個要研究 要研究 下次先試一下 是 我們要試一下 是 單個APP 是 是 這個是 這個有影響 是 相不相由來 是 是 是 這個跟中國圓學 那個有關係 要研究一下 是 那個節氣 就是跟中國的節氣去計 是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是 我做運作師都很多年 是 以前 在奧泰菌的時候 我都是 一直很相信這個方法 的普通酒 所以那時候我都一直有研究開這個方法 嗯 是 都會特別入多些這一類的普通酒 OK 同泰人有多些的話題 是 是 都是健康一些 是嗎 是 所以記得去找歐文的標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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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這隻白酒 其實葡萄品種 都是 很獨特的 譬如有 有 會有 麻山 有 有 是 所以那種香氣 都是很 是 很濃 有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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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氣沒有有 是 Vione有這個香氣呢? Vione真的很酥芒果香 是的 很濃 蜜蜜也很香 我們喝完也很香 是的 很熟的芒果 我們又試紅酒 中文字幕提供 又很通透 這個銅色的淨糖 更加黑一點 更加黑一點 對 更加黑了 有沒有覺得 好像公秘一點 是的 都很香 公秘一點 還有那個 又有紅果又有黑果 兩種都有 都是Berrys 這樣的香氣 還有你會覺得 好像 剛剛炸完汁出來的 那個 新鮮的香氣 是的 完全都不覺得它滷 甚至乎它會有一些 香料的香氣 是的 除了我剛才提到的 一些pepper 甚至乎你會覺得 好像有些 Anise 花椒八角 有些少許 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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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肌的香氣 甚至乎你會覺得 像山楊肝 山楊肥 非常輕巧 厚 複雜 複雜 這樣 這個也是 法國南部的一個地方 叫做 這個酒莊是意大利人移民到法國南部的時候 做這個酒莊 這個酒莊是以前教皇御流軍的馬教 所以他們的標籤上面會特別有馬在我的家 是的 他們都是用Bowdynamics的方法 同時亦是拿衣服 所以其實是相當精彩的 而且複雜很多 給剛才那種再複雜一點 是的 不過兩種紅酒都很香 很香的黑蹄子 這個黑蹄子 很爽 酸度很高 很濃郁 單寧很順滑 少一點 不是少 是順滑 順滑 順滑 大家喜不喜歡這幾種酒 這兩個 因為有時候紅酒 我不是太認識 但是有時候 單寧太重 或者苦澀味 或者聞出來都不香 但是這兩個就很適合女生 我覺得 是的 因為你一聞就已經覺得 女生會想先喝 你明白嗎 那你們嘗試投票 看看你們喜歡哪一支 多一點 嗯 兩支包等等 白和紅都可以 我對這隻白酒 我覺得是OK的 不是很多人 生物的方法 嗯 生物的方法 這個可以 這個配一點肉食 我覺得 嗯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錯 但這個有一點感覺 都好像煎香三文魚 有一點點肉味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mitty 肌麵 其實這些最好搭 就是搭配一些 蘿莓的羊架 嗯 是的 那它就可以更加 因為通常我們加薄膏 鹽 更加配合到 因為羊架本身有一點酥 是 那它其實 那麼多香料的葡萄酒 你就算不加香料 下去醃 它都代替了你的香料 就幫你醃那個羊架 所以就算你這樣吃 嗯 煎了之後 直接吃 那你都會有一個很好的配合的效果 嗯 是的 其實很有趣 葡萄酒就是另外一個調味料 嗯 去幫助你提升的香氣 提升那個食物的味道 那只要你配搭得對 就可以有一個產生很好的效果 但是這幾隻葡萄酒大約是多少錢 我說那些朋友想買 對 這幾隻全部都是幾塊水 幾塊水 幾塊水 就是我家裡買他今天講法 那樣東西 就是好像 Bio Dynamics Bio Dynamics Bio Dynamics 給它洗腦 英文用語學 所以我一定要喜歡這兩隻 是 是 我很喜歡Acer 那個Canada 那個有 我選擇那個 我回去試試 可以試試 分別的比較 是 這個很特別的味道 是 那我開估了 這兩支酒 我們開了整個禮拜 是嗎 是嗎 是 你說開了一個禮拜 是的 對 上個禮拜已經開了 都在做 那真的不錯 不錯 真的因為它是那個 大大大大大大 所以真的可以留待這麼久 對 對於我們 平時一個人在家沒有喝完整瓶 是不是 放在家裡就OK 那你是放在雪櫃還是放在室溫 放在酒櫃 OK OK 但如果我們的朋友未在家裡有酒櫃 你會建議他們放在雪櫃 開了酒放在雪櫃 還是放在室溫 始終雪櫃也會有一個差別 就是雪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食物的影響 所以你總是在家裡喝就不要喝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很好的處理 除非你包著保鮮紙 如果真的沒有酒櫃 我就不建議你開了酒櫃慢慢等 我也是建議你喝光 我們一個人都喝光 是 這樣吧 OK 那我們今天就 是這樣的 好 下次再繼續作用 好 乾杯 《集zan》 煞杯 《宣排》 審排